入住的时候 都会有附一个口罩给你 入路前附上口罩再用酒精消毒 武汉肺炎疫情肆虐 观光客不敢来 为了挽救住房率 旅店做足防疫准备 这间旅店每天都例行消毒 从床头到床架 甚至连衣柜都仔细清洁 还送免费口罩 基本上口罩的东西 不单单只是为了我们的住房率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 开始做第一线的防护这个工作 武力防疫华国饭店也不遑多让 一进门马上凉体温 但还是不抵武汉肺炎的冲击 电话接不完 光一二月订房就退了八时间 损失超过三十万元 餐饮部分加上春酒推定 也预估有二十万元 业者为了将伤害降低 特别把低楼层客房 改成餐饮包厢 弥补业绩损失 其实这次退订最多的是日本那边 那因为我们这边 日本的观光客其实很多 占我们最大宗 把住房改成餐饮的包厢的话 希望可以稍微挽救一点点 我们的业绩 饭店也被冲击 其他像是云品 也正式接到取消春酒的电话 至于精华 目前餐饮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而海败王春酒没有退订 房间均价掉了约四百元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 观光业挽救业绩 全面盛景发条 除此稳顶古 给你帮助了约五百元 励扩 Jorge